你 刚刚跟公孙泰夫人离开 你就一副 心思沉重的样子 挺好的 你在想什么呀 我在想 这里真的挺美的 如果能一直待在这里 永远不出去 该多好 那好啊 等我们处理完所有事情之后 我们就搬来这里 跟前辈他们做邻居吧 出去之后 我们真的还可以这样 无拘无束地 过着我们想要的生活吗 喂 别动 怎么了 我 方可可说得真准 你就是个坏屁子 咦 姐姐你回来了 咦 姐姐你回来了 怎么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跟你收拾房间啊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啊 这个是谁送来的 哦 我也不知道啊 我刚进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肯定又是那个坏屁子干的 没事 真的没事吗 我 我想先休息一会儿 要不你先出去吧 还有事吗 没事了 你休息 姐姐怎么奇奇怪怪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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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这么开心 是因为彩月姑娘吗 他们都说啊 情敌是最了解自己的人 这句话果然没错啊 嘿嘿嘿 干嘛呀 别害羞嘛 嘿嘿 上官公子 我们刚才已经彻底检查过了 薛姑娘体内的余毒 已经清除干净了 嗯 太好了 那接下来 你们有什么打算 接下来 我们会根据蝴蝶大师的指点 然后找到 宝藏的下一个线索 希望可以引蛇出洞 然后再把他们一网打尽 嗯